还有两天就是西方的圣诞节,这次的节日恐怕很多人都会过得不安生,国际油价从10月的最高点,跌去了36%以上,创下了近4年来的跌幅之最。 受低油价的波及,道达尔,和台等老牌石油公司的股价,接连创下了近8个月的新低。 不过对于长期扎根能源市场的巨头们来说,控制成本一直都是拿手好戏,即使原有50美元桶,它们依旧能够过得滋润,但是油价如果继续下行巨头们,也不得不考虑,如何才能做到盈亏平衡。 在国际油价大跌的大背景下,国内成品油已经完成了四连跌,分别是,11月3日,汽油,财油,每顿下跌375元,365元。 11月16日,汽油,财油,每顿下跌510元,490元。 11月30日,汽油,财油,每顿下跌540元,520元。 12月14日,汽油,财油,每顿下跌125元,120元。 四额跌幅相加,汽油后下跌了1550元每顿,柴油供下跌了1495元每顿。 接下来国内成品油调整,又将在12月29日临时开启,这将是2018年的最后一次调价,被受欢注的同时,接手了一些悬念。 因为五连跌,已经是车友们的囊中之务。 机构预测,本轮成品油或将下跌260元每顿左右,加油摘柴油,汽油价格,每升降幅预定在了0.2元到0.23元之间。 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调价金额,市场普遍不看好下周国际原油的行情,因此,成品油预计跌幅,应该还会继续扩大,很有可能达到300元每顿以上。 国际产油国组织OPERC减产作为油市的压唐时,为何没能拯救油价? 首先,OPERC内部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裂痕。 新的减产协议签订之前,不愿减产的卡塔尔,率先宣布了退出OPERC的决定。 同时,伊朗、利比亚、委内瑞拉,都取得了减产公典的权限,市场对OPERC的信心动油。 其次,减产力度兴趣。 120万统日的减产量,虽然没有惊喜却也能够接受,但是这个减产量,却是在10月原油产量的基础上执行。 而那个时候,各国的产油量都是近年来的最高水平,无形中让减产到达折扣。 然后,俄罗斯与美国继续在原油产量上依较高低,俄罗斯人油产量一度触及1142万统日,美国原油产量更是达到了1160万统日以上。 这样的原油产量,可能已经不是OPERC少量的减产就能平衡掉的。 最后,减产还未来临之际,股市下跌雪上加霜。 股市的下行,全球经济放缓的油率压剧,原油的需求将会受到波及,供应过剩的局面或将延续。 总之,OPERC短时间内或拯救不了国际油价,国内成品油失去了最后一块压仓时,2018年油价中将陨落繁城。 接下来,车友们可以安安心心的等待,油价五连跌的到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